欢迎观看 Fihara 有条路 今天我们继续转入你的肠 关心你的肠 所以跟Paula就要怒罵Thomas先生 Thomas先生昨天跟我们说了 腸的传染病症 今天就说一个更加激烈的 就是腸二激综合症 也很感谢你 因为好像真的将西班牙 巴塞隆那那个 胃腸癌世界大会搬来香港 人家一年四天 我们都一年三天 今天就压热了 这个腸二激综合症 是真的跟敏感身体有关联的 还是有多普遍的呢 很普遍 有些研究说 有10%的人是有腸二激综合症 10个有1个 是的 那腸二激综合症 其实就是一堆病征 我想问一下 真的腸很容易 很容易 激动 真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人叫他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敏感 就是很不舒服 哦 那是不是 但其实有腸二激综合症的人 会不会吃东西特别耐热的呢 就是舌头就特别敏感 跟着所有的东西 因为腸令到你要很小心 其实有没有这方面的关联 应该是没有的 其他敏感 就是不会是吃神到腸得特别容易激 敏感得来很容易会有痛 肚胃 或者肚脏 有些人会便秘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刚才你说的 我全部都被中了 那便对你了 你有新喂食节目 那我拜托你和Thomas 谈一下 我的情况就是 就是你会觉得那种痛 你又不需要嚴重地去看醫生 有時你知道女生偶爾有便秘情況 我另外還有就是 每逢八、九點吃完飯之後 就好像胃氣漲一樣 很不舒服 可能有時要靠自己喝梳打水 或者不斷鼓勵 盡量想排出氣氣 你又未痛到真的要因為這樣而去看醫生 但這個問題已經持續了十多年 是的,這個腸胃擊中的病症的人 很多時候胃也有些問題 尤其是剛才你說得對 吃完東西之後覺得不舒服 這些是一個特別的病症 所以很多時候兩樣一起都有 腸胃擊中的症已經有了 再加上胃方面的敏感 但很多時候有這些 我們覺得又未至於要去看醫生 就是小病小痛 其實又真的需要不需要去看醫生 是的,其實有多少個格子要剔 你說有一大堆的症狀 有多少個格子要剔 我才進入了激的類別呢 其實如果你雖然說自己是搶二激激發症 你自己覺得而已 我想應該可以看醫生 跟你診症和檢查過才能安全的 其實有甚麼要檢查的 我們通常先問病徵 例如病徵是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會看醫生的病徵有些 就是肚痛 還有肚子餓完之後就會比較好 然後再看大便有沒有爛 或者是否有病徵了 或者是便秘 都問這些病徵了 然後我們就會再問 有沒有一些使人擔心的病徵 譬如你除了病徵之外 你的人瘦了 或者你的大便有血 或者你已经是五、六十岁了 才开始有这种病徵 或者你家里面有人有抢癌 或者是他人性抢炎的家族史 这些人我们就会做多些检查 这些检查包括什么呢 就是胃镜、抢镜和验血 这些是最简单的 也有时有些 按照内规径是最简单的 有些人病徵是由于某些病 就很相似腸耳激综合症 有些人就要…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譬如腸耳激综合症 就是一个综合的症状 对不对 但我们有时有些短一点的病 譬如昨天那集说腸胃炎 可能是吃药就没事了 有些麻烦很多 譬如肿瘤在腸腸腸癌 那我们怎样知道 腸液液综合症是放在中间 还是其实是事大一样的 腸液综合症通常是要比较长期的 起码我们有一些特别的 就是要有过去三个月 三个月 起码每个星期都一天是有这样的病徵 因为腸胃炎会每三个月 对了 没有理由腸胃炎 这个跟腸胃炎也不同了 另外如果是抢癌那些 通常人会瘦 大便有血 就是你问病症 也可以问到的 就另一边了 但也有时 比如肠癌 早期的时候 只得肚子不舒服 很轻微的症状 对了很轻微 里面有血 人里面有瘦 那些有时就不能分辨 所以如果是 比如 不过你有个腸液击综合症的诊断 也好 你就会盯着腸 我们就可能需要照个腸镜看 对了 你盯着腸 然后再照腸镜 就有机会看到 听到其实腸液击综合症 其实如果我是中了 我觉得 可以 都只是这个综合症 对了 但我听医生你这么说 其实很多人都有 10%的人都有 对了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击 腸 是先天还是后天 对了 这个可以说是生出的 即是先天的 对了 有没有研究说男生多 还是女生多的 有研究此出 就不好意思 女士多点 我也觉得自己有 因为已经是 那你如果早点知道 譬如我们观众早点知道 那就对了 快点找腸胃科专家去看看 有些类似的病徵 就是原来 而且你 你验了 原来发现 腸液击综合症 不是腸癌 你也没那么担心 还有说年纪 通常就是青少年 到40岁左右比较常见 我发现这个腸胃疾症 是年轻一点 对了 所以年纪的后生女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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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快点去验一下 如果这么说40岁之后 比较少一点 没有那么激 如果你40岁或以上突然间有这种病徵 就可能要想一下 会不会腸癌有其他东西 那可能会担心一点 对了 但经常说 人敏感 全身都敏感 容易皮肤敏感 鼻也敏感 气管敏感 于是乎容易敲喘 跟腸会不会弄到有关联的 这个就没有什么研究 没有关联的 就是本身自己一套系统 一个综合病症 但也有些研究说 有些人是比较紧张的 容易受到压力 使到的人 周身不舒服的人 其中一个病徵 就是腸不舒服 那名字改得挺好的 托伯先生 就是很容易被人击的人 对了 腸也很容易被人击 一受到压力 他就会表现在腸上 那你放松一点 以前读书的时候更加是这样 是的 所以真的跟压力有关 还有一件 跟我们刚刚说过的 腸道传染是有关系的 是吗 因为我们发觉 有一些 腸移基综合症的病人 他什么时候起的呢 就是某一次 腸胃炎之后 一直都有病症 就是人家很 即是有一种东西 对了 本来应该症患了 但是他那次之后 一直长期不断地有这种病症 那即是腸胃炎的话 是的 就转到变了腸胃炎 所以某些病人 是由于某些时间 他的腸胃炎發作 引起了 就像你所说的 塌着了 就变了有这种病 但是有没有 暂时医学研究 有没有遗传的原因在里面呢 即是爸爸有 或者妈妈有 或者父母有 基本上子女都很大机会有呢 遗传的方面 就没有什么证据 暂时未找到 是的 我想知道 这个 我们的腸胃 易击的时间 就是 多数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还是我受了一天压力了 夜晚 是的 八九点才发出来 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 不过 我想 就是任何时间都很易激 所以真的很易激 是的 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吃完东西 就会有 有些人突然间 紧张的时候会有 所以各个人不同 是的 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 是 不过我想 香港人生活压力大 或者 我都很相信 都市人 其实就比较容易有 抢易激综合症 各种的 可能吃的原因 是 如果我们说年轻人 容易点 开始有这个病症 请问医生 对下一刻的观众 是不是跟你一生的呢 还是 其实有得控制他 让他没那么激 其实这个病很有趣 它发生了之后 可能那段时间 又没有了 是的 那个时间 就像香港那样 有时候激一点 有时候没那么激 有时候激一点 有时候没那么激 时间多久 就不知道的 有些人几个月 有些人几年 有些人十年八年 但是始终 那真的好看 腸子的性格 是的 这么有趣 真是 渐渐没有了 是吗 是的 那就是 我们如果在这个角度看 这个病症 我们是用一种管理的角度 是的 还是用根治的角度 根治是很难的 没有根治 因为不太知道成因 是 那我们其实医这个病珠 是病症方面来控制它 是 症状的管理 症状的管理 就是管理病症 那怎么控制呢 就是药物 是 譬如有肚痛 是止肚痛 肚痒是止肚痒 有便秘便便便便药 是 但其实这些只是药物方面 但其实生活上各方面 都要自己有调节 好 生活方面 我们要慢慢讲 是 因为一改自己生活习惯 很多东西要改 就烦很多 就深很多 所以呢 请你们坐定定在这儿 反而我们讲一下 如何控制好你的腸子 它不用那么易激 所以我们要等下Thomas医生 讲一下怎么好好管理好我们的腸子 不用太激 讓他可以和諧一點 跟我們平穩地共存 最重要 除了這幾個綜合症 剛才波瑪跟我在休息的時候 都說像是都市人很容易 對,我覺得是跟生活上的情緒 壓力都是吃吃相慣 我又再幫你們說 你有新節目,現在有很多東西吃 對 管好你的腸才可以做好的節目 真的需要 快點 那如何管好腸呢,醫生 第一,不要只靠藥物 但如果有腸液激狀入症的人 都會有所謂隨身藥 有些藥物,例如肚痛、肚瀉 有時可以自己帶著 但你沒有理由經常 幾年都帶著藥物 靠吃藥物才不舒服 所以不要只靠藥物 最重要是生活上自己的調節 例如放鬆自己 多做運動、早起早睡 這些全部都是對所有病都有用的 對 但我想問一下 我放鬆手腳腳,我也會做 對嗎? 就放在這裡 跟腸怎麼說放鬆 你放鬆一下吧 拜託你放鬆一下吧 那腸怎麼放鬆呢? 其實你的人放鬆 就全身都放鬆 是 腸也會放鬆 但是… 你會不會搓一下肚子 沒有什麼用的 沒有 沒有腸按摩這件事 另外運動 運動也好 運動對那些有便秘的就好一點 是 因為你運動動動 腸也會跟著動 你說到便秘 我有個矛盾想問一下醫生 都是問一些小小傻的事 又說腸而激綜合症 女性比較多 便秘也是女性比較多 對… 但是便秘就是… 訓便不動 腸而激綜合症就很容易動 那會不會有抵消 一陰一陽 有腸而激綜合症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便秘的 會不會這樣 醫生 因為腸而激綜合症 它說明是綜合症 是 肚子是一種… 一款 一款 另外一款便便秘 有時候又去不了 有時候是一射 七射千里 有些人就不僅是肚子便秘 兩樣… 有時候… 真的這樣嗎? 有時候肚子 乾坤帶萊兒嗎? 對…有時候肚子 有時候肚子 這樣很可憐 真的要管好腸 如果是這樣說 如果有時經常餓 有時經常餓不到 對… 這樣也很痛苦 但是飲食上 有沒有甚麼特別要注意呢? 即是否基本那些 多菜、少肉 那些基本上是有用的 有些人就說 覺得吃多些… 這個… 纖維 纖維就是… 譬如是… 菜、水果等… 那這些通常是… 在這個… 譬如是便秘的 是有用的 對… 但現在一種食物的方法 就是吃少一些食物 某種元素是幫助的 是嗎? 即是腸液極集合性 透過吃少一些東西 會不會那麼激 是甚麼呢? 就是一種叫短鏈碳水化合物 以及叫做糖醇 這些名字比較奇怪 對… 碳水化合物不怪的 但怎樣短鏈化呢? 我們通常的… 甚麼叫長鏈? 甚麼叫短鏈? 它是化學上的名字 是 即是它的成分是怎樣的 如果這些元素 它進入腸裡 就會很容易發酵 就會引起很多氣體產生 那肚子就會穿著 那肚子穿著的肚子就會刺激 腸會痛 那哪類食物多短鏈碳水化合物呢? 就是這些… 譬如椰菜、椰菜花 即是菜來的 對…都會有的 是紅菜來的 對… 對… 有些菜就很少 譬如白菜、生菜那些是少的 即是要選菜來吃 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些病人 我們會轉介它去營養師 是 就由營養師教它 某些食物可以吃少一點 某些食物可以吃 所以醫生和營養師 可以合作的 提手合作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反正也是趁醫生高手在這裡 那我們如果化學上 所謂長鏈和短鏈 其實意思是指甚麼 其實那些碳水化物的成分是怎樣的 成分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大家 都不太明白這些東西的 主要是哪種食物要吃少一點 所以營養師會教你 給一個清單給你的 哪些食物避免吃 菜都要選 菜可以選擇 例如可以選擇另一種菜 跟著它的清單吃 就會對這個病徵有改進 但Paul剛才問了糖醇 糖醇 糖醇也是… 糖醇也是另外一種 亦會產生氣體的 但在哪些食物呢 都是剛才我所說的食物有的 通常是相負相成的 你說椰菜花 我知道近期是興起大家 例如芥飯 就變成做椰菜花 當作是飯吃 我想那些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剛好你自己有 這個腸二擊的情況 是呀 那種叫新式菜飯 是呀 那種就要注意 如果有這種病徵 就可以請教養養師 是否可以吃 有哪些是要介 湯汪先生 我想問 現在… 其實我自己也有 就是因為你有便秘的情況 會尋求一下 有沒有坊間的方法 例如我會吃益生菌 感覺上吃了之後 就真的情況好了很多 改善了 立刻益生了 是的 就馬上排便的情況改善了 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一不吃那幾天 又回來了 其實吃益生菌 有沒有特別的注意 等等 益生菌有很多款的 是嗎有很多款嗎 有很多品牌的 我在街上看到 寫著益生菌的品牌 就算同一個品牌 也會跟你說 你早期吃這款 吃開然後轉這款 我又愛護這麼深究 是呀 我就是沒有深究 所以幸好有高手 是呀 就要請教一下醫生 其實益生菌 我們在說不是一種 是一個大類 有很多種 沒有很多種 所以其實你很難說哪種 一定適合你的 那為甚麼 因為它每種益生菌 包括一些膠囊 它不能所有菌都有在那裡 所以不同品牌 不同種類的 就有不同的菌 那原理是怎樣呢 就是放一些好東西 是好的菌 是 它進去後 將一些不好的菌 把它壓低 好的菌就增加了 是否嚴格來說 好的菌 都是幫助長度消化的 是的 所以如果增加了好的菌 就會少病症 消化得好一點 對 就會少了 肚痛、肚餓 或者便秘的東西 因為這些菌是 不好的菌引起的 所以益生菌是有用的 但為甚麼不吃就不行呢 就是因為菌不能夠住在那裡 它這麼想就餓出來 所以你不吃 它就不能夠說 我有一場菌 它走了 是的 你一唱順 那些幫到你的菌 就說再見 那就走了 那又要… 好的不厚 都一起吃 又要送一批新的 所以不能夠說 我吃了菌 那我就會沒事 但這樣會不會變成 我吃開了就很依賴 其實可不可以有方法 是培植到自己的腸胃 多一些好的菌 其實你就可以… 不是說吃一段時間 例如吃一輪 例如數個月 幾個月 一季季吃 季季 然後就試一下停 有時候菌會自己… 自己… 養出一些好菌 但是如果是這樣說 應該是我吃東西之前 應該要… 即是我剛剛開始吃 是不是我吃東西之前 就應該放一些菌進去呢 其實怎樣吃才對 菌其實它不是馬上有用的 多數都不是真的有用 雖然有某些研究 就說一吃了之後幾個粥就開始有用 但其實多數都是一段時間的 甚至長到幾個星期的 所以就不是說急到這樣 是 但我有一樣東西不太明白的 我吃下去 距離到這裡才夠 即是胃 然後才到腸 那它是什麼原理 令到它不是在胃… 即是它是抵抗到胃酸 已經過了之後… 因為它有那些膠囊 對,胃酸就剝掉它的膠囊 讓它滑進去那條腸 甚至剝不到,要進去那條腸 那小腸和大腸有什麼分別 它停在哪裡 其實多數在小腸開始已經… 發揮功效 對,這樣就滾走下去 哦 那如果吃了一季 然後又發現有效 就可以不用吃了 對… 但那些菌除了吃益生菌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們可以獲得到這些菌的 透過進食的方法 我們昨天那集說捐訓 捐訓就是好病 潰陽性的嚴症才要 但如果不是去到那麼大工程 那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獲得這些菌的 其實說有些乳酪 什麼的那些都可能有的 但它當然是分量不夠 你吃一粒 那你也混合了 我吃一粒下去就會有效 對… 那吃這些菌還有什麼 需要留意呢,醫生 畢竟是食菌落肚 有些觀眾會覺得 那我要小心一點 要有什麼留意 還是一般來說 好像捐訓一樣 如果有危疾 或者是免疫力有問題 就不適合 吃了如果有事就好 如果吃了不舒服 也要快去找醫生 對… 好,那一般來說 我們最後為了問醫生 腸胃的健康 除了多吃些纖維 喝多點水之外 自己本身做了一些運動 有沒有針對性的腸運動 是有些幫助的 例如做多些坐下 是否又會對腸好一點 還是沒有關係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你運動全身的 你不止肌肉的 腸也可以運動 今天非常感謝Thomas醫生 你為了新節目 好好養著你的腸 解答了很多心 十幾年心裡面的疑問 原來我真的是腸移擊 所以好好照顧自己 你知道香港人這麼喜歡吃東西 我們這麼多好的飲食節目 你下次再看到我們的飲食節目 就想清楚 吃完之後要管好這條腸 你才能繼續享受美食 沒錯 多謝Thomas醫生 多謝Thomas醫生 根據2006年 美國腸衛科學會羅馬三診斷標準 將腸移擊中合症分為四種 包括有土射型、便秘型、混合型 以及無法分類型 而患者的情況 就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 有調查顯示 三成的患者 在一年內可以由土射型 變成便秘型 又或者由便秘型 再變成土射型家